陳志全議員 我當然覺得他拿著《基本法》的第七十二條 第一,主持會議這四個字是無限放大 非常危險 比上一次《議事規則》的九十二條的無字天書更加危險 但是另一樣東西 就算,就算曾鈺成有權 他的權用得好不好 一樣可以提不信任 我相信建制派支持曾鈺成的同事 都未必有慢慢去論 這份七頁子十九段的曾鈺成所發出來的裁決 其實他發出這個書面裁決已經處得非常之差 他5月13日早早決定展報 5月14日下午1點半終止了這次辯論 他這一份的裁決是5月16日才發出來 跟著議員是沒有機會向他提出不信任、不滿 在議會裏面是不能夠討論 所以最好的程序就是在我們的立法會大會通過一個不信任的動議 可能對方議員不同意我們的說法 那就在這個辯論裏面說出來吧 可能市民是接受你們的說法 覺得我們是加諸些罪名給曾鈺成的 亦都可以還曾鈺成的公道 這個是最佳的處理方法 多謝主席